OK,十年级的话,其实十年级的学生蛮多的,十年级的话我愿称他们为来看门诊,不是急诊了,但是就是有一些症状,然后也意识到说自己可能需要了这个consultation,但是还不是那么的急,而且对十年级的学生来说,毕竟还有比较比较多一些的时间去做一些planning,我们来看看第一个case。 这个小朋友来的时候,他跟我说他要做一个艺术家,他要做一个artist,喜欢画画,特别喜欢画画,我说好,我也喜欢画画,那GPA的话很好,是4.0的GPA,都是academic方面是比较强的,AICT还没考,那activity画画,画了很多年,画从大概初中, 初中七年级,六年七年级,开始开始画画,就是画画,他的free time就是画画,那volunteary没有,club没有,完全没有,summer program没有,OK,就是画画,那在学校里面的话,那这样一个孩子过来,十年级的时候过来,我说,那个,你这个想成为artist,这个时候他妈妈就偷偷地告诉我说,这个不要,不要, 那我说,artist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,因为有的孩子他真的是在这方面有天赋,但是我们要怎么判断说,一个孩子他到底应该是去做一个artist,还是去申请一个平凡的major,OK,平凡的专业。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找了他的画画老师,给教了他很多年的画画老师,他问说,你觉得这个孩子他如果走这个fine arts,这条路可行吗? 老师的回复是,这孩子非常喜欢,很喜欢画画,而且他也,他也很努力,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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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花了很多时间在practice上面,但是问题就是说,他的创造力和天赋差了一些些,而且,而且这个孩子有一个特点,就是他在学校的所有的课,跟他谈了以后,发现他在学校的所有的课,他都OK,就是他属于那种,上什么课他可能都来,但是你说, 我说,那你对什么课你上的最开心,他在,他想了一下说,哦,可能是那个,有一个他上过一个,那个时候上了一个elective,是intro to engineer,是intro的课,上的很,他们学校的课上的非常简单,非常浅,他说那门课好像蛮好玩的,然后,然后他说,那个coding那个东西啊,好像挺好玩的,因为他有一些logic的东西在里面,我说,哎,那有点意思啊,那你还喜欢什么? 我喜欢gain,而且他喜欢,他不光喜欢gain,他还喜欢去研究那些gain里面,他哪里做的好,哪里做的不好,包括说一些人物的设计,因为他画画嘛,哈哈哈哈,因为他画画,那,所以跟他的一轮这个,来来回回,这个,叫量下来,然后发现说,哎,我说,那你要不要考虑这个graphic design,或者这个,这个,这个game design engineer, 他说,哎,这是干嘛的,我说,这是干嘛的,那咱们来一个小小的program,你先,你先explore一下呗,然后,嗯,这孩子explore完了以后,发现,发现说,哎,这个东西好,因为他,第一,他喜欢coding,他发现,因为他以前不知道他喜欢coding,他后来发现他喜欢coding, 因为他学了以后,他发现,哎,coding这个东西好玩,而且不难,他数学很好,对,那,另外一个的话,他说,他上了一个game design课,他说,哎,我可以自己设计我的人,我想把我的人设计是什么样,就设计是什么样,他说,我在做我的game的时候,我可以去做一些这种monster的东西,然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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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他妈说,他妈说,这能行吗,我说,这能行,这个,这个,这当然能行,因为,这个game design这个major是一个,相对来说,比较,比较,比较新的, 那,像现在很多的学校,以前没有,现在很多学校,也有放出来这个,这个,把它单独作为一个major来offer,以前的话,你可能是去computer science,然后,你会偏一些game design,或者是你会去一些art school,学一些game design的东西,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会有这个方向的出现,那,这个孩子呢,他在这个volunteering最快很弱,因为身体的原因,他的户外运动会受到,他只要,他或者是比较,嗯,需要,这个, 体力啊,这方面的活动都需要,受到很多的限制,所以,我让他和,我的另外一个学生,ok,我的另外一个学生,自己在做一个non-profit,正好那个学生在做他们的website的时候,碰了一些问题,那这个孩子吗,他不喜欢,他不喜欢design吗,他喜欢画画吗,他又喜欢coding,我说,你去帮他设计website吧, 然后,两个小孩就,就,就这么开始,开始合作,对,一直到他十二年级,他呢,毕业以后,那,这个孩子现在的话,哎,好像也是在berkeley学,对,在berkeley学,是yes,对,哈哈哈哈,不是一个berkeley是yes,OK,我们的第二个case,这个小朋友呢,呃,是,这个,十年级的第一个学期,快结束的时候来的,来的时候,不确定自己喜欢什么,可能science, 可能music,可能想学音乐,呃,这个,不确定,哈哈,因为孩子嘛,小朋友嘛,他们可能有些孩子特别对音乐啊,艺术,他很敏感,他有这方面的,有很有热情,那,那,在,这个,年级小,很容易把他觉得说,哎,OK,我,那,我这辈子可能就要做这件事情了,但是,那,现不现实呢,我们得再说,这个小朋友,三年有GPA还不错,呃,有一点点,有一点点, 另外的话,他有一个,他在,他在,他对他的,这个,学校的,这个,AP课的认知上,出现了一点,出一点点偏差,again,低估了学校的AP课,还有一个疯狂的,一个,呃,计划,OK,那,呃,他的activity,大概是,这个,Hobbit,music,是他的一个,Hobbit,他的一个,呃,passion,那,有一些club,但是因为COVID的原因, 因为COVID的原因呢,呃,这些club基本上都是只是挂个名而已啊,对,那,呃,volunteering是基本上没有,那,这个,这样子的一个孩子过来,呃,第一,我们确定方向,因为十年级来说的话,呃,如果你真的是想学STEM这方面的话,呃,最好还是要有一个focus,OK,呃,因为,呃,在做,一个学生如果是喜欢Bio和一个学生如果是喜欢Engineering, 我们的planning是完全是不一样的,OK,呃,这个真的是一人而已,呃,那这个孩子的话,首先我们做一个assessment吧,呃,最后的话,包括说跟他的academic skill,这些math skill和一些science skill的一个assessment做下来以后发现出,呃,他其实是比较适合做research,呃,而且是这个science方面的research,那,我们确定了方向以后,我们来再来看他的academic planning,就关于他的这个academic planning, 我记得我们来来回回,来来回回,至少两三个meeting下去了,哈哈哈,呃,除了,除了这个,呃,去,呃,研究他们学校的这个课的textbook呢,还去跟我们的这个,这个比较了解他们学校的课程的设置的这个,我们有tutor,因为我们有数学老师,我们有英文老师,和我们的老师,呃,来来回回,来来回回,这个, 我去bother了他,哈哈哈,很久,那老师也是说,啊,这个整个AP planning根本就不是,不是,不是一个现实的一个想法,那最后,呃,定了一个比较可以handle的一个schedule下来,那,呃,在他的activity方面,十年级如果你还没有volunteering的话,呃,其实是很,很,很晚的,我知道,我知道有一些人的想法是,OK,volunteering是一个东西,我高中要求二十年级, 二十个小时,四个小时,四十个小时毕业不就够了吗?高中毕业和大学申请可不是一回事,那,呃,在这个,NACSE,这个,美国这个,比较官方的一个college council的这个组织的这个调查,结果显示呢,各个大学,对学生的这个positive character,正能量,正能,对这方面呢,呃,看,看,看得非常重,尤其是排名越高的学校的,越selective的学校,他越注重学生的, activity,你的engagement,你的这个character,那这些东西你要从哪里来体现呢?volunteering是非常重要的一块,因为我们知道说,美国人特别注重这个give back,呃,你的这个community的这个意识,OK,那,你要是没有这个volunteering呢? 那,呃,我记得在上个月的我的讲座里面,其实我分享过一个案例,就是说一个,每一样都非常优秀的学生,但是他就是volunteering,很想到来,呃,只,只达到他们学校的这个毕业, 的要求,最后这个学校呢,整个,别说私立学校了,UC里面最好的学校,UC Berkeley,UC LA,UC SSD,都没有要他,OK,那,呃,另外的话,这个孩子的话呢,那我们是很lucky的找到了一个local的一个地方,可以让他做一些lab,OK,那因为在COVID这个期间,我们知道做这个lab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,呃,那学校的基本上lab都是virtual,OK,都是, 你看一个video,那hand-on experience这一块对学science,对学engineering的孩子来说这一块非常的重要,呃,那所以从10年级的话,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基础的话,对之后申请summer camp也好,对你选之后申请college也好,或者甚至自己做一些research也好,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。 我们在,如果有一个问题 shell, hommes有没有太大的移民的力量,以后的利用来独立在一起。